调因 说原始点它有它的极限 如果我们治不好 干脆就给中西 但这里确实 我这样的写法 我是很不愿意的 我不是很心甘 我其实只有极性外伤 但是确实如果遇到这样 你也只能把患者叫出来 要不然你怎么办 那你也只能尊重患者的决定 我们把它说清楚而已 那你去顶多是只能照 但患者不会听你的 去到医院他们就听医师的 所以就随眼了 到这里 那我们也把它点出来 我们能治的跟不能治 我们也清楚让志工知道我们的本事 好那其他的就交由西医吧 好我们再看下面 除此之外 其余各种疾病症状 皆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此治疗范畴与中医极美一致 与西医则有差别 其实简单的讲 等于我们多了这一项灌肠的疗法 我们的治愈力就怎么样 提高了 而且尤其以胃肠这些疾病 我们直接可以温敷了 我们更有方法 比如说现在像西医的发高烧 急性肠胃炎 那要进食 那我们的浆汤进去也不能吸收 进去吃什么都拉什么 对吧 这时候什么最有效 灌肠 灌肠啊 我们就可以直接了 那西医这些危急的病 我们都可以解决了 对吧 所以等于我们多了这一项 我觉得我们能处理的范围怎么样 一下子扩大很多 而且之前到重病的时候 这些胃肠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帮他们解决了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在这一点 所以这样提高治疗的范围之后 那我们能处理的 我是这样觉得啦 几乎应该有百分之八九十了 可以提高到这样 那你看急性外伤的 还有组织受损 六个月治不好 那种是肌力怎么样 少啦 毕竟还是少 那义务我们又多了一下 那很多急性的 那到底你灌肠要用淡姜汤 用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知道 就像他说那耳朵 我们这里也灌一灌 是不是又可以减少一些病 我也不知道 但只是提供一个方式 那如果真的实在没有办法 那只好交给义务也只好交给 比如说那个鱼梗梗住了 或是他们吃到铁钉了 那些奇奇怪怪的 那很痛 有啊还是有这种病人啦 那你真的没办法 那他们照却是义务 他们有办法那就交给他们了 所以义务或是组织受损 或是异常形态 真的已经影响 我们又没能力 就不要在这里就给他们 但是我认为 那个毕竟少啦 我们能做的还是蛮多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义务擅长治疗急性外伤 也能治疗其他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他却老病不分 将身体衰老的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义务擅长治疗急性外伤 那个急性外伤是他处还是本处 绝对是本处 那所以这里他治疗的急性外伤 也是本处 那也能治疗其他本处体伤 所致之疾病 比如说黑脚阿嬷 有没有 那个黑掉 那也是组织受损 那这个也是本处体伤的疾病 他也能治 但是问题怎么样 急性外伤我认为比较合理 那如果用在内科上的组织受损 包括脑溢血啦 那个人出血就倒下去 那个给他们开刀啦 或是像黑脚阿嬷 这种付出的代价就会变得怎么样 很大 然后未必 未必能有效喔 好 但是我们也不再批评了 反正西医就是头痛自头 脚痛自脚 他们就是从患处下手 那本处就是他们最 所以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本处的研究 西医在我看法就是限定在本处而已啦 他们逃不出这个框框啦 那本处是他们所有方法里面 他们最擅长的 好 那第一个我赞叹他们的急性外伤 其他的本处体伤的处理方法 我就不一定认可了喔 那进一步再讲老病不分 把异常 异常几乎跟疾病是完全 像异常指数几乎可以排除 异常形态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排除 但几乎也已经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排除了 跟疾病无关 但是西医却把很多的异常 都当作疾病本身或疾病之因来处理 那这样老病不分的结果 我们怎么样 所有人都生病了 连老都是病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我对西医最大的批判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此外 西医也无他处体伤与热能不足的概念 古对于他处体伤所致不适感 与功能紊乱之病症 以及热能不足所致体力虚弱 与组织受损之症状 即使从果治疗或可改善 却难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所以我们最批评他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西医他们所有的最擅长的 都集中在怎么样 本处体伤 那他们最牵切的 刚好就是他处体伤跟热能的概念 那本处体伤他们是不是已经完善了 也没有 是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对他最为批判的就是 异常形态 老病不分 接下来就是他没有他处体伤跟热能的概念 会导致怎么样 好 他处体伤 你看 病症有分 症的不适感 功能混乱 还有一个体力虚弱 有没有 那壮就是体表的组织受损 那我们从这疾病的角度来看 你看 症的不适感 他也没办法解决 功能混乱 只要处于他处体伤 他也没办法解决 还有热能症的体力虚弱 他也没办法解决 壮的组织受损也没办法解决 有啦 有办法解决 但是他怎么解决 就像黑脚阿嬷这样 他是投降式的治疗 就是你脚趾坏 我就整个膝盖给你 没了脚趾头 你也不至于偷 就是用这种概念式 那这个一看起来 你看疾病的症状 他还能处理什么 就是急性外伤 那连组织受损 虽然他能治疗 我都不大敢推荐 付出太大代价 然后这样治疗 即使吃药 可以暂时控制症状 但是他也是暂时的 从果治疗或可改善而已 但能不能根治疾病 很难治愈 而且我最后还加一句话 这些破坏性的治疗 含量性的治疗 甚至还会怎么样 消耗热能而危机生命 这个是一个要考虑的风险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句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要把他处体伤解决 还有热能不足的问题解决 你还是要怎么样 找原始点 那热能改善了 本处体伤有没有办法修 有 所以原始点几乎也牵扯到 几乎所有疾病都能解决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唯一比较欠缺的就是 本处体伤的什么 急性外伤的组织受损 这一块是我们没办法的 那其他的我们都有 所以这里如果再延伸 西医是不是医学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西医是不是医学 这个我已经很早就宣布 西医是不是医学 不是 不是 根本不是医学 哎呀你们还有什么期待的 对 他只是一个医疗法而已啊 真的 你如果看疾病处理图 很清楚的都已经表达 然后再把医疗与保健读完 你根本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他不是医学 中医是 原始点也是 但是 我说他原始点是医学 有些人就忧心 因为只要医学好像就不能做了 民众就不能做 那是新的概念 因为我们的医学就是生活化的医学 好我们来看疾病处理图 我们的医学 一定是要处理疾病 所以这里已经都改了 我医学 这里应该是一个医学 最高就是处理疾病症状 那他要处理 一定要透过两个途径 透过保健跟医疗的途径 那保健就是我们说的 外腻热源 良好心态 健身运动 适当 以后可能还要加灌肠 真的啊 透过这样来改善热能不足 修护体伤 来达到 他最主要 改善热能是修护本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是借由什么 按推原始痛点的手段来解决他处体伤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他有没有治疗的作用 有没有 有 然后他有没有诊断的作用 有 所以他既有诊断也有治疗 所以医疗一定要有诊断跟治疗 所以我们的原始痛点是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医疗 绝对是 比中医更具足 因为中医的针刺穴位还不一定有诊断 我们连诊断都涵盖在里面了 所以原始点的按推原始痛点 确实就是一个医疗 好 那他可以 按推原始痛点是解决怎么样 好 这里是医疗了 透过医疗的手段按推原始痛点 是解决他处体伤 来 修复他处体伤所致至病症 他没有办法解决状 状一定要 改善热能不足来修复本处体伤 有没有 好 那我们透过这样 所以一个医学 他必须要包括怎么样 医疗与保健 也就是 保健改善热能不足 来解决本处 按推透过医疗改善他处 来解决病症 那这个可以改善 病症的体力虚弱还有怎么样 组织受损 这个也当然是疾病了 好 这么说来 西医有没有热能的概念 没有 没有 所以他有没有保健的 没有 所以我们在谈他们谈成分 成分不足以改善热能 因为全部都含量 神经饮食啊 有没有 酸碱平衡啊 还有什么酵素啊 综合维他命啊 通通是没办法改善热 所以他们没有保健的功效 所以他不具有保健 那他只有怎么样 解决 他处或本处他直接从果下手 来达到 他们少掉这一个 那只有通过这里直接哦 他们就本处他处同时解决 了解我的意思吗 吃药控制你病症 甚至用手术来解决你的状 种种 好 来达到解决疾病症状 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医疗法 完全是 然后又不完善 因为他没有他处的概念 反正他也没有体伤的概念 他直接从怎么样 病症这些 直接下手 然后 不管他下手的是影响组织器官 怎么运作啊 吃药来控制啊 我们不管他 反正 他也不可能解决你的体伤 因为体伤解决的就可以根治疾病啊 但他不解决他控制 包括你一个疼痛 你就要吃一辈子的药 就是从果下手 所以我认为西医是一个不完善的医疗法 但他没有保健 所以不能称为医学 你看一个不是医学 来领导 所有全世界的医学在往前进 你就知道 这一个是怎么回事 这世界太颠倒了 那原始点 是不是很显然嘛 他有按推 还有保健嘛 有医疗又有保健的手段 当然是中医也是啊 所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 我现在也不想再遮遮掩 还有几年可以活 对吧 该得罪的 反正早就得罪光了 中医我也说他没有什么 没有热性体质啊 不是被中医骂了一阵子嘛 现在我说西医不是医学 我看也会被骂一阵子 而且会骂得更惨 但在乎这些做什么 那明明就不是啊 你从医学的角度 医学是解决疾病 难道保健不是致病吗 难道只有靠医疗才能致病 那你如果保健改善热能不是致病 那你本处体伤怎么修复 你状怎么修复 完全不能修复 那你到了命危急的时候 没有热能会挂掉 怎么医好 所以西医没有致命的 他是致异常为主要 连有时候症状都不治疗 他只是在控制这些啊 那这个是什么医学 我也不知道 所以根本不是医学 我已经讲白了 现在我也不在乎他们 以后会说什么 但是确实就不是医学 那你们已经知道 你们他既然不是医学 他在研究都是本处体伤 其实都是患处 他连他处也没有 你看他处体伤概念也没有 热能也没有 就是在患处 然后从患处下手 控制你 反正你膝盖痛即便踏出来 我用控制神经阻断的 不要让你有感觉 哪怕麻痹肋固醇 我不让你感觉就可以了 哪怕你明天再痛起来 反正再来吃嘛 这样也是一个医学 我真的不敢相信 然后尤其老病部分就更不用谈 所以越懂 就越难过 那我们再来看 这西医我们就不管他了 因为西医我早已经放牛吃草了 只是他我不理他们 他们要理我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啊 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灌场 我们对灌场的定义 我还有怎么处理病症 这里我们就把它一次说清楚 我们来看江汤灌场 患者多日不排便 或排便困难 腹部胀痛 育呕 食不下 体力虚弱 按推原始点无效 以直接用江汤灌场 不排便 可不可以灌场 可以 排便困难可不可以 可以 腹部胀痛可不可以 可以 这里我就有一例哦 腹部胀痛 万一我按推马上就好 有没有可能 有 胀痛痛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 那你还没有按你就灌场 你傻意思 你们学了原始点 一学灌场 马上就被灌场迷惑了 所以哦 你们有时候哦 还是 有一点问题的哦 你们那样太简单了 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 要应该怎么样 按推啊 看他是不是属于他处体 不能说我这样就灌场啊 只会按了没有效 对不对 你们应该说按了无效 那我灌场 这个可以 但不能说看到脏洞 就灌场 那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这个 诊断跟治疗就 就不用了 是吗 收起来了 现在只要看到一个灌场 就忘了按推了 这不行了 一有看到了 能不能直接灌场 啊 你看 可不可以 那应该怎么样 对要先按推 像这种情况 要一一拆解来分析的 不是说看到整套组合 那是不是每一个都灌场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要按推 那食不下 要按推 按推无效 对 因为很多他们说肿瘤压迫啊 说吃不下啊 我看很多 结果揉一揉 都吃得下啊 马上揉完就有效啊 那是属于他处体伤 所以食不下很多也是属于怎么样 他处体伤 你一定要先排除他处体伤 才能灌场 因为灌场是灌衣物啊 让肠胃功能非物 让他自己排除出来 对不对 或温暖肠胃啊 他是修物本处体伤的 那万一他是他处体伤 你还是要从他处体伤下手啊 体力虚弱 看到体力虚弱就灌场吗 没有啊 他一定要有附带条件哦 他也许先喝姜汤也可以啊 所以这里的组合只有什么 看到什么才灌场 不排便 排便困难 要不排便 也可以先按 按了如果能排除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里 就这里都可以先按再处理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假 按推原始点无效 你直接怎么样用姜汤灌 哎这个就完全成立了 那有些人问 那按推原始点无效 能不能先喝姜汤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哎你们好像 又有太多选择 原始点他要达到 你们说也可以就让我想到 那如果我膝盖痛 头部原始点可不可以 你们也会回答 也可以 因为都是按原始点啊 那他是肠胃下面的 从上面喝也可以 那就让我想到 膝盖痛你们会按头部原始点 因为你们的道理就是 反正我按了也可以 你们回答我是这样随便的吗 所以这里是也可以还是不可以啊 他下腹部啊 这都是在腹部啊 那也是因为 偶啊排便困难 所以想偶啊吃不下啊 所以都是这里堵住啦 对不对 很明显的嘛 那怎么喝姜汤也可以 运动也可以 躺一下也可以 你们太随便了 我可不随便啊 这里是很严谨的 有些人说那为什么不写哦 内外热源什么都没有效 我们才用淡姜汤灌肠 能不能这样写 可不可以 我如果这样写就是我太随便了 我这个人又不随便 所以我就直接怎么样 按推没有效就直接淡姜汤灌肠了 还要啰嗦什么 我们就快很准 按推没有效就 你膝盖痛按推臀部没有效 就直接温敷膝盖了 你还说考虑温敷臀部 或是腰部 那个都不用考虑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这样写有没有问题 没有 而且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所以我在这里是 改了好多次呢 这绝对不随便啦 下笔一定是跟我们的整个体系 这都怎么样 有关联啦 好 所以这里没有问题了 第一段读通了 所以我是这样写 此外患者一日腹泻多次 食欲不振 发烧 体力虚弱 此时应急用姜汤灌肠 好 我问你 患者 一天开始腹泻多次了 然后 多次一般会腹泻之后胃口会不会好 对 这个都年代的 那有时候腹泻会不会高烧 会 也会哦 它感染了也会哦 因为一直泻会不会体力虚弱 会 年代的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那就一下子泻一泻 就变成重病了 是应该用淡姜汤灌肠呢 还是先按推呢 还是先喝姜汤呢 认为要先按推 确定本处体伤才能灌肠的 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啦 认为要喝姜汤 没效的 再喝再灌肠的 举手我看一下 也没有 直接灌肠的举手我看一下 哦 你们脑袋就清楚了 这个是真的写的都是怎么样 合情合理 而且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怎么样 你指导着临床在做 你遇到完全不考虑 为什么不考虑 很显然嘛 这是腹泻多次嘛 它下部已经怎么样 完全热能不够才会一直拉 那我们一定要赶快怎么样 温敷肠胃啊 那温敷肠胃是 外肤比较快还是内肤 内肤 进去直接到肠胃去温敷啦 不要再考虑这里 外面要达到内肤 那个很难啦 那个不知道要多久 所以这个很显然哦 遇到这种情形哦 我跟你讲哦 如果像这种患者哦 你们别以为好玩了 那个又体力虚弱 又一直在拉 你说正常能能拉几天 如果万一它是虚弱患者呢 可能一两天就挂了 这时候你还在考虑 我要喝姜汤 我要叫他去运动 然后我要去让他怎么样 心情不好 然后要开导他 跟他讲故事 我跟你讲 讲完他就挂完了 挂了 这个时候 什么最紧急 灌肠最紧急啦 所以你这个一刻也不能停留 所以我用一个字 此时应该怎么样 急用 什么都不要 上面还要怎么样 按推无效 直接用 对不对 那个用词潜质 有没有分别 直接用跟急用 有没有分别 哪一个急 当然急用急啊 直接用就是按了 我们再直接这样用 可能还不会有生命为 这个急用是已经提醒你 再让他一直拉拉拉 你真的会让他挂了 那你急用了 他温敷了 很可能 大病就只停止了 不再泄了 那他体力就可以慢慢恢复 就可以恢复生机了 这个太重要了 要是中毒 如果拉肚子怎么办 上肚下泄怎么办 灌肠啊 这个最快了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 把没有用的排除出来 灌肠还有一个好处 他如果这些东西还在 破坏身体的还在 刚好一下子都泄出来了 不是更好 你肠胃不用再去 用热能器把它 这些消化掉 然后再把它排除出来 省掉很多功夫啊 那你看他应用广不广 非常的广 但之前没有写 我认为这一块 真的是原始点的灶门 真的是灶门 所以你们在应用上 就会少了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了 就是以前的原始点 你说内外的运动 重病好像很完整 就少了这一块 这一块又很重要 刚好你们想想看 四肢温敷快不快 上半身我们也有很多方法 按推温敷种种也可以 刚刚好肠胃 热炎进来到这里 下面就没办法 刚好就在这一块 原始点是一个灶门 那这一块 讲清楚了 我相信很多病 我们已经可以怎么样 充分发挥了 因为江汤性温 用于灌肠 比其他外内热源 更能够改善肠胃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本处体伤 所以不仅可解决 胀痛发烧等病症 还可达到通便止泄的目的 由此可知 所有腹部本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皆适合 以江汤灌肠温至 这里已经把所有道理 都讲清楚了 为什么要用淡浆 因为它比怎么样 外内热源 更能够改善肠胃热能不足 那我们改善热能不足 是要修复他处还是本处 本处 所以如果是他处 我们一定要按推 我们也不能说 有了淡浆汤灌肠 我们把按推忘掉 不能这样 所以最后的结论 所有腹部本处体伤 如果我这里不写本处体伤 那这样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是指的这里是怎么样 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所致之病 借适合以怎么样 淡浆汤灌肠 所以如果你没有素变 也没有腹泻 然后腹脏痛 然后按推无效 可不可以灌肠 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举手的举手我看一下 怎么可能还没有举手 这样还听不懂 所有本处体伤 只要跟胃腹部有关系的 哪怕胃脏痛 哪怕你感觉什么不舒服 都可以用啊 了解我的意思吗 只要本处体伤 所以淡浆汤灌肠应用广不广 非常广 好 那这个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里 江汤灌肠步骤 患者自行操作 或请家人协助 一 准备灌肠用品 胃食袋加胃管 在一般医疗器材店 都可以买得到 每次使用过后 清洗干净 可以重复使用 二 准备浆汤 江汤温度约摄氏37度 用量约300到500毫升 视情况一天可多次灌肠 江汤的温度 浓度 用量 及灌肠次数 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最后 皆要以患者能接受 感觉温暖舒服 为最高原则 三 将灌肠带挂于高处 将将汤倒入灌肠袋中 高挂约一个人的高度 四 挤出灌肠管中的空气 打开灌肠管上的止水法 让将汤流出 同时将灌肠管内空气挤出 之后再关上止水法 五 将灌肠管末端 约30到45公分长 涂上乳液 建议可涂上凡士林等 运滑剂 六 身体侧躺 进行灌肠时 可以铺个浴巾 躺在床边的地板上 地点最好不要离厕所太远 七 将灌肠管插入肛门 并打开止水法 患者侧躺 并将左脚自然攻起 操作者将灌肠管 轻轻放进肛门 约30到45公分深 打开止水法 约5分钟可滴完 速度 是个人情况调整 关掉止水阀后 最好忍住几分钟再上厕所 八 清洗器材 灌肠结束之后 灌肠袋 需清洗干净 加入净水 让它流掉 接触过肛门的那段灌肠管 必须以肥皂清洗干净 管子的末端 必须用热水或酒精消毒 清洁后 将灌肠袋和灌肠管 保持干燥 就可以重复使用